最近巴萨在转会市场春风得意 在3500万拿下铜 是黄马利物的赛维利亚中 魏朗格来以后 巴萨在未免联赛冠军的路上 又迈出了坚实第一步 而反观黄马 失去了他们最稳定且高效的得分手 C罗每年50家的进球缺口 需要通过演员来填补 不过现在黄马的演员依然没太多起次 不过巴萨依旧在引进强然的道理上奔跑着 他们的演员征程还远未结束 在前锋线上 梅西和苏亚雷斯依旧缺少一个搭档 巴萨赖以称名的三叉戟 依旧缺少一个角 同时随着保利尼奥以及伊涅斯塔的离对 巴萨的中场缺口也不小 很显然巴萨死后将在这两个位置进行补强 西媒报道日前 据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报道 巴萨希望能够尽快加速演员动作 以便能够尽快地跟球队进行合力 在千夏朗格兰以及敲定亚瑟金下加盟球队以后 巴萨目前需要引进一名前锋 以及两名中场球员 这是巴萨目前演员行动的最优先级 前锋球员的名字 现在已经被确定为黑莲了 这名巴西队的边风已经不是第一次和巴萨牵扯到了一起 而巴萨也曾经4000万欧报价过威廉 不过遭到了切尔西的拒绝 现在巴萨准备提高报价 将价码提高6000万欧 这仍和切尔西要求的8000万欧有些差距 双方恐怕还要进行艰苦的谈判 威廉威廉也是穆里尼奥的新一例物之一 只不过穆里尼奥现在在忙着招揽其他球员 同时切尔西恐怕不会将威廉卖给竞争对手 所以巴萨现在是最接近威廉的俱乐部 而巴萨中场引员的一个猎物也已经确定了 那就是大巴黎的法国中场拉比奥特 是位巴黎自家清顺的中场 未能踏上前往俄罗斯的末班车 但是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攻守均衡的拉比奥特 显然可以顶替保利尼奥的角色 而拉比奥特从上个赛季就没媒体爆出不满巴黎对待他的态度 想要离对巴萨刚好可以乘巡而入 拉比奥特在德国转会市场官网的估价是5000万欧元 拉比奥特据足球先生报道 黄马正在抓紧时间 牵下七尔七天王阿扎尔 巴萨自然不想在转会市场中处于下风 而威廉和拉比奥特的签约被看作是向黄马的强势压制 确实在黄马当前混乱局面的情况下 接连签下两元大将股墙中 前场自然是对黄马的强势压制